陕西西安一家小学要求学习差的学生得戴上绿领巾 上学放学还不能粘下去 那么这种贴标签式的做法不仅让孩子和家长感到尴尬 也被网友炮轰是一种歧视 是中国教育制度的悲剧 10月17号中午随着夏克林响起 西安卫阳区第一实验小学门口涌出了排队回家的学生们 一些孩子胸前的绿领巾在人群中显得格外扎眼 一名一年级学生表示 调皮学习不好的学生就得戴绿领巾 老师要求上学放学都不能解开 不然就在班上点名批评 据国内媒体报道 家长也对绿领巾表示不理解 学校没有征求家长同意 也没有向上级部门汇报过 校方在10月14号将带有差声含义的绿领巾发给学生 老师说设计绿领巾是想对孩子加强教育培养 激励他们加油 不过学校90多名一年级学生中 约有一半人都佩戴绿领巾 绿领巾事件已经报道 历经引发网友炮轰 您同意给差声带绿领巾吗 这个腾讯微博里的热点话题 截至18号下午6点15分 有98.09%的网友投票不同意 会伤害孩子自尊心 许多教育专家也认为 教育中的激励应该是建立在权益平等基础上的合理竞争 让每个孩子从中能够感受到平等尊重与快乐 给差声带上特殊标志的做法 不仅不会起到激励作用 反而会为学生制造社交障碍 更是一种人格侮辱 世界上在中国大陆对于那种所谓不听话的群体进行启发 加上一些带有武族性的标志 这种情况是由来已久 那个以前的人就是成为地府反怀右 有些时候还要戴一个胸牌 或者穿一个特殊颜色的衣服 这种那个文化一致 缘细到今天 香港苹果日报19号引述内地学者的话说 西安小学的绿岭金事件 与佛山小月月被车碾冷血事件一样 都是中国浮躁公立的社会环境 以及社会道德严重缺失的经典表现 当今中国一系列那个道德能上 我想和这一类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正是由于在学校里面对孩子的体罚 包括对榜民的孩子 都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手段 甚至于有些孩子还被关押 在非法的一些场所里面 关押几十天 学校的这种教育 会教出什么样的下一代 我们也可想而知 在家长和网民的一片反对声浪中 区教育主管部门 不得不出面叫停了绿岭金活动 目前所有绿岭金已经被收回 新唐人记者李运 尚燕 伯尼采访报导